在美国佛州肆虐的米尔顿飓风 已经解论成热带气旋 但是它的强烈破坏力造成了13人死亡 超过300万户至今无电可用 天灾过后居民返家 淹水还没有消退水深深到基盖 佛州有不少地区变成这样 还有起重机砸中了高楼 美国学者就估计 米尔顿带来的经济损失 预估数十亿到一千多亿美元不得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